哈囉大家好我是貝拉 今天我要跟你們去西尼 西尼 這個當初以民國內政大臣 Lord Sydney 命名的海灣城市 從1788年殖民時期至今 擁有非常豐富的人文歷史 它是澳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也是國際間熱門的旅遊勝地 以海灘、歌劇院和港灣大橋聞名 在今天的影片裡 我將帶大家一探世界知名的雪梨歌劇院 這是我們第一次走進來雪梨歌劇院裡面 品嘗被民主歌燈站不絕口的五星美食 引起逛世集體驗澳洲人的悠哉 Is this a real 甚至教你輕鬆解鎖改版後的雪梨大眾音書 想要知道西尼市區該去哪裡玩 千萬不可以錯過今天這集影片喔 那麼現在就來跟我一起雲旅遊吧 我們現在到機場捷運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左手邊這邊就是可以排隊買票的地方 然後你也可以拿奧帕卡 那右手邊這裡就是自動接這樣的東西 但因為西尼他們最近開始有接受信用卡付款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跟Ben兩個試試看 我們只要用奧帕卡 然後用信用卡去做看看 看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如果你不想要買卡片 你可以跟我一樣直接用信用卡刷卡付款 很適合不常用奧帕卡 只是來短暫旅遊的人喔 我們現在要搭去博物館站 從機場到目的地的交通費是18.39澳幣 第一天信用卡會先被扣一塊錢 過了幾天之後呢 才會再追繳剩餘的交通費 在這裡提醒大家 最好每一個旅客都各持一張信用卡 而且進站出站都要記得刷卡 雪梨交通局才可以好好的計算交通費喔 第一站先來填飽肚子 我們來到Chad Thai 這一間可是我那個曾經當廚師的妹妹的口袋名單呢 每一次來啊 不管點什麼都不會失望 尤其是用餐時間更是大排長龍 給大家看看他們的菜單 怎麼樣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呢 我跟Ben各自點了兩碗湯麵 Ben說他這一碗炙烤豬排佐雞絞肉魚丸米線 是他在全澳洲吃過最讚的泰國美食了 這位先生你會不會太誇張啊 這一次我身體不舒服 無法與Ben共識 有機會吃到這碗米線的觀眾朋友們 麻煩你們告訴我是真的有這麼好吃嗎 我們兩碗湯麵架一份炸雞翅 總花費是59.59澳幣 跟你們所在的城市物價差多少呢 吃飽飯之後 我們打算漫步到Darling Hub 中途看到好多人坐在水池旁邊休憩 還有很多很多的海鷗 正當我打算拍海鷗給我媽咪看的時候 你不小心太過全身貫注 解剖 嚇死我 切好這個鞋子跟鞋子 Darling Hub is Sydney市中心 娛樂和海濱餐飲的深地 在這裡創難火力 可以一次逛遍 Sydney的各項景點 包括海洋生物水族館 杜莎夫人蠟像館 Sydney野生動物園等等 帶我們到了水林水族館 這邊號稱有700多種不一樣的海洋生物 而且啊 它直接就是靠海而建的 所以它的養殖用水都是直接從海水引入 可以讓海洋生物擁有和大海中相似的生活環境喔 我是在網路上就買好這個票 然後我們一個人可以去三個景點 然後加起來一個人是75塊 兩個人是150塊 那你在到第一個景點的時候 它就給你這個票 所以你就可以去之後的景點 不會便宜太多 就比現場買可能便宜一個 十幾二十幾塊這樣子 Sea Life共有九個互動區 分別為侏羅基海洋 蘆根和企鵝等等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水族館 就是專門來看一些 從前沒有看過的海洋生物的 鯊魚的單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我們是海洋的海洋 喔 他們說中國是海洋的 海洋的海洋 你相信美人魚嗎 傳說中 蘆根會在捕捕期間 把半個身子落在水面上 抱著蘆根寶寶進行捕捕 古代的學者們 在光線不好的時候 看到他 誤以為是女人 蘆根於是便有了美人魚的稱呼 只是 如果你仔細看看蘆根他圓棍棍的長相 你家的美人實在是有點不好意思耶 如果要給水梨水族館評分的話 我應該會給他三顆星 雖然他們有蘆根非常的特別 但是這種一條路通到底的展覽 不是 即便有一些沒興趣的展覽 我們也無法跳過 還必須這樣爬上爬下的 跟著一大群人緩緩前進 患有人群恐懼症的 Ben先生表示啊 我真的沒興趣 沒興趣 沒興趣 現在在我身後這一個 杜莎夫人蠟香館 現在在全球第13間蠟香館 然後也是南半球的唯一一間喔 裡面總共有9個展區 所以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真心注意起來 杜莎夫人於177年 開始在巴黎學習蠟香製作技術 並在19世紀初期 帶著她的蠟香抵達英國 舉行巡迴展出 如今你可以在全球各地 看到杜莎夫人蠟香館 雪莉這邊呢 目前展出大約70多個世界裡面的蠟香 金根納蠟香的栩栩無聲 每一個轉身都可以偶遇更國領袖 體育明星 他魔巨星很知名歌手 耶 並且和他們親密接觸拍照留念 是一個適合全家大小的 各個年齡層一同前來參觀的景點喔 製作蠟香呢 其實是一項非常精細的工作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金錢 平均製作一頓蠟香大約需要3個月的時間 並花費數十萬和超過20名每公司參與 才可以完成耶 在這個蠟香館 我和便都和蠟香活動玩得非常感謝 可以充分發揮你的創造力 所以我給他五顆星 但是建議與家人朋友一同前往 不然自己一個人活動起來 還是火之山尷尬的耶 現在呢我們來到Darling Harbor旁邊的儀園 儀園是坐落在Darling Harbor附近的一個中國園林 以典型的明代私家園林為樣本進行建造 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一個近距離 揮探中國文化的窗口 儀園由廣宗市園林局的建築師負責園藝設計 歷史一年多竣工佔地1萬平方米 在儀園內部的任何一點 其實都不能包覽整個園林的景象 唯有一種此園剩在此山中的意味 儀園內的景色各有特色 比如說龍牆象徵著 新南威爾斯州和廣州的友誼 給我那些$5 每天都要維持銀和紙 所以現在還有多少錢 你可以在這裡做清潔的工作 好可怕屁了 好可怕 蓮香亭雙子挺碳插方 很適合讓人放鬆身心 看看Ben在儀園裡面的樣子 我不禁想要引用明代網符的詩詞 前夕冰盼綠聲波 好雨催花像小過 素酒未醒棉未起 半窗紅日娘生多 哇 移雲結束之後呢 我們來到The Galleries 這一邊有各式各樣可愛的小店喔 比如說知名的西瓜蛋糕 還有五印良品也有在這裡設點 今天想要來點義式冰淇淋 冰淇淋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我也是來的 但這個Gelato好濃郁喔 好好吃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來The Galleries 可以試這一家不錯不錯 下一站雪梨塔 雪梨塔位在西尼市區的 Westfield百貨公司五樓 是CBD中最高的建築物 跟著這個氣派的粉紅水晶燈往上走 就可以來到雪梨塔的入口囉 雪梨塔始建於1968年 駅公於1981年 和雪梨歌曲院港灣大橋 一起被認為是西尼市區的 三大地標性建築物 雪梨塔高度309公尺 是這個排比裡面最矮的 只可惜沒有加入黃金海岸的Q1大樓 和台北101 雖然說它依舊是會排倒數的 在進入雪梨塔前 會先有一些區域 介紹雪梨塔的歷史、故事、紀錄等等 讓大家更了解景點內容 之後才會搭乘電梯往上進入雪梨塔 進來的小電梯 Cine Tower 好小喔 是一個倒三角形的圖案 上面那個小小的圓珠 表示我們一直不停的在往上升 雪梨塔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能以360度欣賞到美麗的雪梨景致 非常推薦喜歡拍照 觀賞美景的遊客前往 晚餐時間 我們決定吃烤肉 我們現在來吃 每次來心裡必吃的 六七八韓國烤肉 他的地址 他的地址非常confused喔 他明明就是寫396號 可是你在396號是找不到的 你一定要右轉過來這一條街 才可以找到路 有想要來的各位提醒你們一下 他就在這個很陰暗的樓梯間走上來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這每桌都會敷這麼多的小菜 你看 超豐富 很興奮 我真的超愛吃燙加烤肉 然後今天陪我一次也終於可以再一次一次 好開心 所以在澳洲點餐 揭曉QR Code就可以點餐了 而且不需要填個人吃掉我 今天我們總共點了三份烤肉 還有我最喜歡的蛋湯 我三人愛吃的大醬海鮮湯 兩個人的總花費是143.78澳幣 就當我覺得雪梨行一切都很完美的時候 殊不知 看我洗完澡這些 滿滿都是水 早安大家 昨天我們兩個玩完之後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這個房間 今天我們就先來room tour一下 首先進來這個地方是一個玄關 玄關下面這邊有一些不知名的用品 還有放鞋子的地方 進來的部分 右手邊這裡是床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小沙發 這個地方是一個小小的廚房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這地方我們就放一些髒衣服跟睡衣 還有一個保險箱 另外這裡呢 還有附一個燙衣板 然後還有一個綠的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這個衣架都是鎖住的 可能是怕人家偷衣架吧 訂的是高樓層 所以打開呢 照理說要有view 可是現在看出去就是高樓大廈的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還可以洗衣服跟烘衣服 所以那我就想說可能如果需要洗衣服的話 這個也是蠻方便的 但是它昨天讓我有點詬病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廁所 你看那個廁所 它其實是比外面還要高的 而且它淋浴間這邊 就是雖然說有做防水 可是沒有到百分之百防水 所以地上其實都蠻濕的 這次我們訂的這間呢 是Meryton Suite 然後我覺得它最棒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地點真的很好 你走下去啊就是Market City 唐人街 然後很多泰式料理之類的 就吃東西跟搭車都非常的方便 那兩碗的價格 因為我還蠻早訂的嘛 是540塊 那因為我用Cash Rewards的關係 就有折扣10% 所以就是540折掉54 就是400多塊 大家如果有旅遊需求的話 都可以用Cash Rewards 因為你反正付的錢都是一樣的啊 但是卻可以有額外的現金回饋 何樂而不為呢 好啦一大早安利大家之後 我也餓了 早餐我們選擇了 平價最高的Boom Cafe 它一邊是減產店 另外一邊則是泰式雜貨店 吃早餐之餘 也可以採購泰式美食 帶回家當紀念品喔 不免足的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菜單 是不是每個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我一時間還換上了選擇困難症呢 今天我點了螃蟹粥 Ben則是點了什麼都給一點的泰式Bit Breakfast 我們的早餐總花費是43澳幣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海鮮的鮮甜 真的好好吃喔 早餐過後直接搭火車來到環星碼頭站 從博物館到這裡搭火車 大約11分鐘就可以到了 我們現在要先去The Rocks 這裡就在Signy Harbour的旁邊 是英國人最早踏上澳洲的地區喔 這裡也是他們當初流放犯人的地方 還曾經淪為深色場所 所幸運經過雪梨政府多年整治 現在可是充滿了文藝氣息呢 護士步行街於1979年創建 旨在紀念殖民時期建造的第一家醫院 以及當時在該地區醫院工作的護士們 以前這邊的護士聽說是從犯人裡面選出來的 在當時他們並沒有薪水 但是呢所有的生活費用就有公家支出 現在呢已經轉型成一個可愛的咖啡小巷弄 我們一起去逛逛吧 The Rocks 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假日市集 喜歡手工衣品的你 一定要來逛逛喔 我們現在在他們手工衣室級裡面 這裡有一組好可愛的東西 還有錶帶 好美喔 好美喔 他同事說這個鱷魚燒烤很好吃 Is this a real crocodile? Really? Not just a model? No no no, it's real You used to be real Now it's real 哇 這是真的鱷魚頭 這是鱷魚頭 Thank you 這是鱷魚 I don't eat kangaroo You want to try chocolate? 這個是上次Benz吃的披薩 他也很愛 他們是火烤 What are you eating? Coco-dai I need feedback Yes Like crocodile It's like chicken breast But a little bit Oh OK Sof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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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猜猜我在哪裡 沒錯 就是丁丁大名的雪梨歌劇院 獨特的帆船設計 讓雪梨歌劇院不僅成為世界著名的表演藝術中心 也成為澳洲和雪梨的標誌性建築 其實啊 一開始丹麥設計師約屋松設計的模型 和雪梨歌劇院的最終造型有著不小的差別 他採用的是更為奔放的拋物線屋頂 但是那個設計因為建造的難度過大 所以在後來的建造過程中就被修改成現在的樣子了 2007年雪梨歌劇院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而每年的5到6月 這裡也會舉辦為期23天的V Fit Sydney 喜歡看燈光秀的你 不要錯過囉 這是我們第一次走進來雪梨歌劇院裡面 裡面好漂亮喔 歌劇院裡面除了可以買票看表演 也有許多紀念品可供出售 或者呢可以在海濱旁的頂級餐廳用餐 或是像貝一樣每到海邊就催眠自己一次走熱水 把布景架 但是在享受這海港美景的同時 也別忘了補充水分和防曬喔 我隨身攜帶膠下的可折疊防曬產 使用完畢還可以收納進雨傘專用的小包包中 這是在澳洲旅行必不可少的超實用裝備 在1920年的時候選一的中國城 從岩石區那邊移到這裡黑market 然後還蓋了這一座market city 這裡一度成為農產品交易的主要中心 後來則轉型為綜合新商城 不但可以買到新鮮蔬果 還可以購買許多平價澳洲紀念品 是遊客和當地華人必訪的購物大樓 能滿足顧客所有的需求 今天我們要來吃的這個soba 就在market city的對面 然後想要點一個鰻魚的unaki 邊要點和牛 metsoba 主打的就是亂拌的長麥麵 看看我的烤鰻魚和拌手蛋搭配 簡直一絕 只要像邊這樣 淋上點醋和辣椒油 攪拌攪拌在大口之下 哇 臭了 有刮鬚 WEAR 不燒 麵條 完全肚板醬 然後配這肚板醬 然後配這個冰雞裡 腰��� 很香 很香 rub 這是我的Comfort不來的 So delicious 轉手工麵條的人又可以來吃 看這種麵條超 好有嚼勁 都好吃 兩碗蕎麥麵配上黑松露躺陽炸雞 今天午餐花費是72.72澳幣 剛好路過Central Station 所以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百年古蹟 以前的建築有多宏偉 讓我用Ban做對比給大家看 Zini中央車站有多大 你看看他們的火車時刻表就知道了 每一天甚至可以乘載9萬多人次呢 中央車站除了火車 也可以搭乘輕軌和客運 Zini這四種卡都可以Tap on tap off 我們準備搭乘輕軌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海德公園 我們現在來到海德公園 這個是雪梨市中心最大 然後也是最古老的一座公園喔 有人說海德公園是喧囂中的一抹綠翼 他坐落在繁華的市中心 是當地人運動休息的好去處 總共分為兩個園區 公園的南端 有紐澳聯居紀念堂和靖絲湖 都是為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建造的 靖絲湖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紀念池 寓意就是不要忘記戰爭的傷痛 看著鄰近的無面 心思溫亂時都不自覺的平靜了下來 是一個很適合靜靜的想事情的地方 海德公園總共有兩區 在這一區你可以看到靜絲湖 另外那邊就可以看到澎泉 一過馬路 首先印度一面的就是五花果林茵大道 不時還可以巧遇在這裡拍混沙的整星人喔 公園的另一端是法國雕塑家設計的 阿琪寶噴圈 用來紀念澳洲和法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合作 我現在身後這個就是K.O.I. Pizza Bar 我已經迫不及待去品嘗我的生日大餐了 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一進到餐廳 我們就被帶到一個吧台前 可以直接參與廚師的備餐過程 還有享有專人解說餐點 這是餐前飲料 鮮 第一口就是滿滿的草莓味 So so belly 然後下面那一層啊 柚子的口感整個上來 好好吃 看 看到外面 中間就是 吃 開胃菜是鵝肝醬 佐松露 吃燒太鼠肉 和馬鈴薯濃湯小丸子 你看得出來 這個是鵝肝醬嗎 後來我們又陸續品嘗了洋蔥濃湯 蘿蔔 佐生魚片 還有藍眼血魚拍 被一直不停的問 魚的眼睛顏色很重要嗎 眼睛顏色很重要嗎 全套晚餐下來 我覺得激素含量最高的 就是這一道 粉紅了 用黑莓和黑醋荔枝 做成半透明的花瓣 搭配柚子汁製成的花蕊 栩栩如生 難怪Gordon會說 哇 它真的很好吃 其實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難吃 眼睛的感覺 這一頓晚餐 總花費是425奧利 哈囉大家 今天我們要回Brisbane了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這次來Cinney的旅遊影片 然後也謝謝在路上 跟我打招呼的那個觀眾 謝謝你的支持 那這次在影片中 使用到的這個 防曬摺疊傘 還有戶外套也寫 大家如果有興趣購買的話 也可以在資訊欄找到購買連結喔 這雙鞋子 因為外面有這個 防水防身膠液殼的關係 它整雙鞋子的包覆性很強 建議大家拿大半號的尺寸喔 我自己平常是穿23號半 可是這一雙我就好像拿到了24號 至於這個防曬摺疊傘 我就不用多說 已經在我的影片裡面出現很多次了 我們真的非常喜歡使用這個摺疊傘 而且它攜帶什麼也都非常的方便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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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片下班 下班 好像 要